马太福音27章45-46节 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 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 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 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五正原文是第六个小时,指的是中午十二点 而深处是第九个小时,指下午三点 主耶稣是在已初上午九点被定十字架 所以到深处下午三点,一共有六个钟头 前三个钟头是遭受人迫害,讥笑的苦 后三个钟头是遭受上帝审判离弃的苦 而遍地都黑暗了,象征着上帝转脸不顾 这个黑暗是极大的 因为在日正当中,阳光最灿烂的时候 竟然遍地都黑暗了 这是天后的异象 因为主耶稣这个时候替全世界的人承担了罪念 所以暂时被上帝所弃绝,转脸不看他 可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担当的罪 是多么的深重可怕 一粒一粒,斯西伯来话 就像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所说的 以罗伊以罗伊,拉玛萨巴格萨达 是亚兰文 是当时候犹太人通用的言语 翻出来就是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默想这段经文,就想到保罗的字述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 因我们想,一人即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历史历代的许多圣徒 因着基督的爱激励 而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的一生 为主而活 主耶稣今天也在问 我为你定十字架 你为我做何事